10月14日江西上饶市千山县志远中学 15岁的高中生在校内离奇失踪一个月 17日上午失踪男孩胡新宇的家属 及当地警方均向新闻记者表示说 孩子目前仍然没有找到 根据家属发布的寻人启示 胡新宇今年15岁 是千山县志远中学高一学生 于10月14日傍晚5点50分左右 在宿舍门口监控画面前消失 晚上11点41分 学校班主任才通知家属 说胡新宇消失不见了 至今没有任何他的踪迹失踪时 他也没有带身份证钱和交通工具 唯独带了一支录音笔 根据家属的介绍说 千山县志远中学是一所封闭式的学校 平常学生是不太可能随意进出学校的 胡新宇的班主任则要求学生 在傍晚6点05分到教室上晚读课 宿舍离学校的教学楼 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 但是有一段十几米的路没有监控 该段路旁边有小山坡 整个学校的周围都有围墙 胡新宇失踪时 他的身份证 电话 手表和所有的现金 都在宿舍身上只带了一个录音笔 胡新宇在失踪之后 他的老师和同学也都说胡新宇在失联之前 没有任何异样 而且也没有和他人发生过矛盾 此前 家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 今年9月 胡新宇考入志远中学 并且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1500块 胡新宇的母亲 李女士透露 入学之后 自己与儿子通过两次电话 第一次是9月27号 胡新宇主动打电话来 通话中胡新宇表露自己的心情十分沮丧 当他的妈妈追问是什么原因之时 却没有得到正确的回答 第二次通话是10月9号 此次通话是因为快递到了 儿子需要打电话给他的哥哥 在李女士看来 胡新宇话不多 非常懂事 喜欢和朋友一起跑跑步 偶尔还会和自己开开玩笑 李女士曾经问胡新宇是否需要陪读 而胡新宇却回答说暂时不需要 如果需要的话也要等到明年 有记者联系到了胡新宇所在的班级班主任 但是电话却一直没有接通 学校另一位老师向记者透露说 胡新宇现在仍然没有找到 胡新宇失踪之后 学校也一直在进行搜索 并没有放弃 也全力配合警方进行调查 估计是出了学校了 根据介绍 胡新宇在失联之后 家属校方千山县公安局 千山县蓝天救援队 绿洲救援队都参与到了胡新宇的搜救当中 他们对校内校外进行了摸牌寻找 排查队甚至还抽干了人工壶和化粪池 但是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当地警方17日也向记者证实说 胡新宇仍然没有找到 根据同学们的评价说 走失的学生是一个非常内向老实 不爱说话的人 我们按主动失联和被动失联两个方案进行了搜救 但是目前没有任何消息 监控也没有发现出校的影像视频 17日千山绿洲救援队相关人士对上游新闻记者表示说 监控画面显示宿舍楼距离教学楼有100米左右 之间有一个监控盲区大概10来米 胡新宇就是在进入到盲区之后 消失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么疑问的焦点也就在这里 证明人士还表示说搜救一个多月以来 哪怕是有一点点线索 他们都没有放弃 都会一一查证 甚至还使用了无人机热成像等技术设备 搜寻了学校周边的山坡等地 甚至是在家属要求的情况下 对人工湖下水道化粪池都进行了查看 均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现象 胡新宇的失踪有四大疑点 疑点之一是孩子究竟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 根据胡新宇的舅舅李本峰介绍说 学校监控录像显示10月14日17点49分 胡新宇出现在了宿舍的走廊 这是胡新宇失联前最后的影像资料 家属说志愿中学是封闭式的学校 平常学生是不能随意进出的 该校的副校长胡东旺也表示说 学校可以翻墙出去的地方基本上都长满了 苔藓 他们经过仔细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任何踩踏的痕迹 学校围墙也没有发现任何的裂痕 从目前的情况看 孩子似乎仍然还在学校内 但事情发生之后 学校警方联合当地的救援队对学校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几乎将学校翻了个遍 包括教室宿舍小山坡 甚至是抽干了人工壶和化粪池 更是派出警权 依然没有任何踪迹 对此有网友表示说 可能孩子是摸准了监控盲点已经走出了学校 同时也不排除有人利用监控盲点 用汽车或者是其他方式将孩子带出了学校 疑点之二是主动失踪还是被动失踪 胡信宇的母亲李女士告诉记者说 儿子失踪的时候 身上只带了一支录音笔 电话 手表 身份证 以及现金全部都留在了宿舍 那么就有人说了 孩子不带手机 手表还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是他主动走出学校 没有现金和身份证几乎是寸步难行 因此孩子主动出走的可能性比较低 孩子的舅舅李本峰也表示说 这个事件现在基本上是暂定为胡信宇 主动消失 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 一直都找不到线索 救援人员也反馈消息说 当天晚上有6辆汽车出了学校 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社会力量 尝试从被动消失方面去查找 胡信宇的另一名亲属向记者表示说 此前他们早就想到了汽车这个因素 并且委托救援队帮忙排查 发现当天晚上总共有6辆汽车出了校门 后来在警方的帮助下得知 当晚出校门的汽车总共有13辆 警方已经追查过这些线索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一点之三孩子为何单独要带录音笔外出 孩子随身携带的录音笔 也是网友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胡信宇的母亲告诉记者说 国庆期间胡信宇找到哥哥说想要一个录音笔 理由是上课有听不懂的地方可以录下来 课后多听听 还称自己有什么感言也可以录下来 不知道这与儿子的失踪是否有关联 有网友就认为说孩子不带电话 手表身份证以及现金 却唯独带上了录音笔 显然是非常奇怪 不知道是想记录什么 另一名网友则表示说学习上虽然能够用上录音笔 但并非是必需品 孩子突然提出让哥哥买录音笔 还给出了一个记录自己感言的奇怪理由 可能是另有隐情 女女士说她也担心孩子是遇上了什么事 在胡信宇失联之后 她询问了胡信宇的老师和同学 但是所有人都表示说 胡信宇在失联之前并没有什么异样 也表示没有发现她和别人有矛盾 一点之四 十几米的监控盲区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于胡信宇走出宿舍100多米之后 消失的那十几米的监控盲区 网友提出了很多质疑 大多数人都猜测说 胡信宇的失踪 恰好可能是发生在没有监控的位置 监控画面显示宿舍楼距离教学楼 总共也就100来米 之间有一个监控盲区大概是十来米 胡信宇就是进入到盲区之后消失的 胡信宇的一位亲属向媒体表示说 她没想知道监控没有拍到的地方 究竟发生了什么 学校副校长胡东旺说 学校的每间教室宿舍和走廊都安装了监控 宿舍的旁边的小山坡也安装了监控 但是年久失修已经没有办法用了 有网友就表示说监控的年久失修 带来了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这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引擎呢 是不是像之前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 只要一有事情发生 要么就是摄像头没有插电 要么就是摄像头坏了 而这个学校所表达的是 摄像头年久失修了呢 虽然目前家属救援队还有警方 是动用了一切力量 甚至还利用了人脸识别技术 对校园内外的监控做分析对比 但是依然都没有发现胡信宇的踪迹 家长们怀疑说许多的小概率事件 都堆积在了一起 难免不让人怀疑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失踪案 目前警方还当做是失踪进行调查 而家属们却希望能够把这件事 当成是刑事案件来立案调查 为了找到胡信宇 家属们和警方也将这个整个搜寻的范围 扩大到了方圆30公里 还是没有结果 在儿子失踪之后 胡信宇的妈妈给他的儿子的微信 发过去了一段话 说信宇你已经失踪26天了 是你自己走出学校的话 你就借助别人的手机 给妈妈打个电话吧 我们全家人都找你找的好辛苦 也希望你有什么困难 不要一个人承受 说出来大家一起帮你解决 只要你还在 不管是什么状况 我们都会接受你的 孩子赶快回来吧 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胡信宇的阿姨也告诉记者说 在孩子失踪之后 他的姐姐一下子整个人全部都垮了 每天以泪洗面 为了找到儿子 胡信宇的父母还发出了寻人悬赏 希望知情者能够向司法机关举报 司法机关有保密的义务 同时也有责任保护证人的安全 同时可以向我们家属陈述 我们家属愿意支付酬劳5万元 并承担保密意义 请不要低估我们家属的决心 更不要低估司法机关的办案能力 我们真诚希望知情者能够向我们 提供线索 向司法机关作证 我们希望违法贩子能够悬崖勒马 知徒迷反 自首是你唯一最后的出路